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要是按照一个YouTube频道来看的话 YouTube频道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照顾跟帮忙 真的是感觉到感激不尽 没错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说我们的变化都有什么吧 其实我们变化真的蛮大 就从去年独立出来到今年 就这个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首先一个就是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 我们的办公室改变了 对我们从原本这个小小的一个长方形 现在变成一个大大的一个正方形 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冰箱 然后自己的厕所 然后还有厕所前面 还有一个就是独立的洗手台在那个地方 而且如果大家要是有来过我们办公室 有朋友来过 然后就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绿棚的这个摄影棚 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之后 就创造了让我们可以访问这些候选人的条件 因为其实在我们以前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不是没想过说做采访 但是问题是实在实在是太小了 就是实在实在是我们三个人挤在那个屋里 已经都是基本上都是前胸贴后背的这种概念 所以就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初期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咱们两个做节目在我们以前的办公室 有人在下评论说 你们两个怎么离那么近呢 能不能离远一点 然后我想说 你说我想离这个人很近吗 因为再远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那个墙就是那么宽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小很小 现在我们可以就是有条件 有距离可以远一点 而且我们搬到这个办公室之后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绿木 我就觉得神就是要我们做采访了 就是要我们做访问了 所以当时就感觉到很感动 而且有这个办公室呢 真的要非常感谢神奇传播 还有非常感谢新万民教会的牧师还有同工们 各位在我们这个里面看到的那些椅子 还有中间的摆设还有各方面的 连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 全部都是神奇传播 他们自己原本的 对就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对所以说这一切 真的就是好像神预备我们 就是说哎这个是你的season 你现在就是要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然后我们约这些候选人也非常非常的顺利 就在这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遇到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都很好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在我们频道上面播出来的 对这些都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跟他们的接触也蛮多的 那你跟一个人接触接触 你就会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如果是一个虚假的人 其实你不用花太长的时间 大概问他两句你也大概都知道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很实在有很棒的人 所以我们才愿意给他们办餐会嘛 说到这个餐会呢 又说到其实我们的事工在这一年的过程中间 尤其是我们换了新办公室之后 其实有了一个转型 所以我们会现在参与到很多线下的活动当中 包括我们给候选人办的这种推荐餐会啊 包括现在我们会去做volunteer 去帮助很多候选人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很多参与到线下的活动当中 也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是YouTuber 只是在这用嘴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会在线下 跟他们有很多的连接跟参与 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Felicia呢 为什么最近都是我 其实Felicia很忙到处跑 然后到处去做这个做这个的 然后所以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个季节里面 就是整个事工会变得比较忙碌 所以我们三个人大概会有一些不同的分工或者干嘛之类的哈 所以我没有消失我还是一直都在 就是我们在参与这些选举活动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学到很多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 就比如说第一个吧 先来讲第一个 就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我们近期就接触一个人 这人以前还是个挺大的官 接触了他之后就发现 就说好像跟原来的印象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因为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一个集会里面 对他又讲上帝啊 又说圣经啊 然后美国的根基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一些东西 就是他讲的内容还好 但是他会使用这些字眼 对然后当时没有想太多 想说哦原来都是基督徒 结果后来我们有一次 有结果跟他讲到话 然后结果就发现让我们大跌眼镜 我在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这样子说 哦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共和党 很在推行这个宗教这个东西 因为 就是他说这个宗教的东西呢 是比较好控制人啊 控制还有管理 对也就是说他认为共和党一直不断的提圣经 是为了要更好的管理基督徒 然后更好的要基督徒的票 然后更好的用这种方式来跟基督徒凑近乎吧 对 然后这就让我们就让我当下就是非常的shock 因为他的想法其实跟左派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用不同的东西去控制人群 左派可能是用那些所谓的那个自由啊 那些东西去控制人 然后共和党的想法就是说用圣经去控制人 不是说所有共和党 但是就是有有些共和党 对就包括就是这个人了 他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之后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外星人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 对 他就说 说这个外星人这个东西有没有 他说我不能直接跟你说 我如果直接跟你说 那你大概就得死了 那我就是得告诉你说 说我们这个宇宙 你想这么大 对不对 又有地球啊 我们这又有太阳 又有月亮啊 那你说宇宙这么大 不可能只有我们活着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可能是我们这有一个神 别的很多星系又有不同的神 然后怎么怎么样 反正他那个意思就是超级多神论了 就是一个宇宙里面 这个耶稣可能就是管地球的 然后谁谁就是管啥啥啥的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超级多神论 然后我整个人听完 下巴都要掉下来 对 就是当下就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跟我的想象和我曾经认为的那个 实在是出入太大了 对 然后就觉得说 难道说很多在台上的人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这个人 你不在现实中接触他 认识他的话 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样 他只在短暂的电视上 他不管讲的多热血沸腾 神啊 基督啊 立国啊 根基啊 你如果不在现实中认识他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这样 但是我感觉 后来我们也说 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 对不对 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很熟 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东西 对 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觉得就是神一定是在告诉我们 神就在给我们上课吧 我觉得透过各式各样的事情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对于外邦人来讲 甚至对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在基督徒群众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理 不是每一个人都懂 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懂 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花时间去来读圣经的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真的知道了 然后都能去实践出来 或者真都是愿意做出来 在这些活动里面呢 有幸认识了一个前参议员 对 参议员呢 就是可能年纪稍微有点大 头发掉的差不多了 那这一个前参议员呢 我们也有机会跟他讲到话 但我们一过去跟他说话呢 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首先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没有在录影吧 你们没有在录音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在录 那他就不说了 但是要确保我们没有录音 我们没有录音 他才可以跟我们讲 他就说 我们在国会里面的时候 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法案通过 把我们的议程弄出去 变成法律 然后呢 很多什么左派啊 他们的议程啊 还有各方面的妥协是必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信仰是必须妥协 道德是必须妥协 很多东西是妥协来得来到的成果 那那个时候我听到是 非常的灰心的 就是哇 参议员 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什么活动 大家都请你 因为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一个人物 对 结果原来他代表你的权益去妥协 那这个是我很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说 我们选出来这些人 他们就是一群不能妥协的人 要为了我们的声音而 在 不管是国会还是州议会来发声 而不是说 我为了要达到我的党的目的 所以说我跟左派合作 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们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目的可能是说 哦我要知道这家公司的股票 以未来会怎样 然后呢 我老婆可以投钱去进去 然后什么什么 他可以赚 我家可以赚大钱 像Nancy Pelosi他家那个样子 这样子很多是妥协 我只要接受你的CRT 我只要接受你的 在学校里面性教育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就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公司未来的走向 我们就可以立一个法来 对于这个公司的走向 会变得比较好 然后我再投资它 那这样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对我来讲 这也是让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圈的一个很黑暗的一面 其实会让我灰心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他把这一切都说非常正常 就是理所当然了 他就觉得说 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要当官 这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一部分 所以我当时停了之后 我就想说 我们都在选一些什么人呢 或许他们 把他们最正义最正直的那一面露出来的时候 只有是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才会那样子 然后一投上票了 马上一去了 在政府里面待个几个月 一年 马上就变成老油条 谁谁谁 关系怎么怎么样 钱从哪里哪里搞 马上就摸到门清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种状态就是恬不知耻 然后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一个职业政客 把这个东西当成钱去赚 当成自己职业来做 我觉得这个是 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光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人 嘿 还算好的了 就我们刚才讲这两个人 都还算好的了 你想想吧 这个里面 我们再讲一个 你记不记得同一个那个里面 我们遇到了大概三四个不同的人 每一个人都过来跟我们讲说 哦 我在政治圈里面打滚了四十几年啊 你记不记得那个人 然后我们这样这样 哦这个牧师我也认识 这个我也知道 哎呀我告诉你政治就是这个样子啦 政治好像是个台湾人吧 政治就是这个 你摸我 讲的头头是道 然后讲的就是脸不红气不喘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些年纪大的人 飞得到我们跟前来装一下 对 对我来讲 或许我太年轻 或许我就是满腔热血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 我们不可以妥协 我们不可以接受不正确的事情 但是越来越多的老人 跑过来跟我讲说 哦你看我就是这个样子 啊你没办法的啦 你没办法做到的啊 你们基督徒是一套 你们基督教的那个什么道德观是一套 啊不然怎样啊 你要开这条高速公路的话 你就是要堕胎啊 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真正把脚踏到政治的 我们还不在政治圈 我们只是在采访他们而已 我们只是在旁边看了 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多肮脏 而且表里不一的保守派吧 啊那包括说 不光是这些已经当官 或者是当过官的这些 在政治圈里面打鼓了多少年的这些人 包括我们在采访候选人的时候 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并不是我们采访了每一个候选人 我们都选歌把它播出来 因为会有人推荐给我们 那我们是要见了面 最起码是要录两集节目 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人的理念都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决定说 这个人行还是不行 播还是不播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不行 那我们就不会播 啊那曾经呢 有一个候选人来我们这里录影 哈 这个人呢 讲了两句话 就让我们感觉到了 Rhyno的气息 对 我们就不讲说 他基督徒做的怎么样 还是不怎么样 因为他他说他是基督徒 但其实呢 我认为他不太算是了 就是就是不是我们这种基督徒了 他那天一讲到基督徒 一讲到那个宗教 他马上就闪 嗯 他马上就说 都宗教都很好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除了这个他的信仰方面不谈哈 就我们说一些比较基本的 这一些保守派的价值观来讲的话 他讲出来的东西 简直是让我们感觉 啊 首先第一个 他支持进强 就是说AR-15 是个soft weapon 对 不应该有 然后呢 平民也不应该有 我们不需要 人民干嘛要有这些强 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跟左派的说法一模一样 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 也跟左派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跟保守派都不沾边 但他这一次 报名参选 他就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去选举的 然后中间他还包括就是 他支持红旗法 就是说所有的枪支 所有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应该register到政府下面 然后政府可以随便去管别人 你有什么样的武器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更安全 大家只要相信政府就好 你光听这个样子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保守派 他是一个共和党吗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他希望有大政府 我问他在这个就是学校教育 美国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他希望就是政府可以就是扩张学校这些权限 还有各方面的 学校不只可以 还有教师工会 不只是可以在学校教育小孩 他还学校还可以建立工作 他说在学校啊 然后旁边就可以有政府的机构 学生从这个地方毕业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到那个政府的机构里去上班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没有工作机会了 为了这个工作而去做必要的教学 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仔细想一下说在哪个地方有这种模式 这就是大概什么培养国企员工的概念吗 是这样的 对 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做的事情 各个共产党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权力都是给政府 然后呢政府能力分配 你生下来是什么样的 OK好那你付我多少钱 那我就带你去这个单位去弄 我带你去这个单位去弄 就是专业培养政府人员 对 那这个人他说完了之后 我基本上是完全没办法支持他任何理念 而且我觉得更危险的是 这个人最近在很多华人的群组里面 有别人采访他了 在最近很多华人的群组里面 都在转发他的视频 那这样呢就变成说我们以前也曾经想 做一期节目来讨论 就是说左派跟Ryno要选谁 如果你这一个区 左派跟Ryno你要选谁 那这个东西基本到现在还没有什么 太大的解释 因为基本上这两种人都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你要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危险的事情 就一直在华人的群组里面 这样去转传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他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英雄人物 但是其实No You never know 他到了国会里面 他会跟谁妥协 他会很容易变掉 不是很容易 就是这个人他一定会变掉了 因为他本来现在在竞选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都跟左派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个你要怎么弄 经过这几个月的忙碌吧 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现象 那当然呢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学到的第一点就是 加州的共和党实在是太插劲了 实在是太烂了 我们采访的这些候选人 没有一个是得到加州共和党的经费 对 每一个都是要自己掏腰包 然后去竞选 不像左派他们要推一个人 啪啦啪啦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 就是圆圆全都给哎呀 这就让我觉得就是我们每次就让我不时就会收到川普寄信给我 Ted Cruz啊 George Hawley啊 然后什么Marjorie Taylor Green啊 这几个你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的那个共和党 全部都寄信给我 我就说啊我们要钱我们要来翻转什么 我们要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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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如果捐钱的话 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呀 就是感觉大概率都不会到他们那边去吧 就是不知道这个钱真的到哪里去啊 不会到候选人那个地方 不知道那些钱要干嘛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就是帮助这几个候选人 像你都不知道他们惨到什么情况啊 Wincent Tsai跟Bernard Brink 他们两个贷款呢 他们跟银行贷款来竞选呢 Oh my god 你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就是加州的共和党 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情况 那非常非常的难过 就跟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要先翻转我们自己再翻转共和党 然后才有可能翻转加州 这个是太漫长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做好 然后我们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要把正确的声音发出去 要不要捐钱是你的事情 但是经过这一次 我会建议各位直接去候选人那个地方捐钱 直接给候选人 对直接去候选人的网站去捐钱 你给共和党的话 你不知道他们要拿来干什么 就不见啦 到了郑英用钱的时候 就没有啊 让人还要贷款去竞选 你说这样的话 说实话 共和党你怎么打得过左派 你让一个人 他好不容易都立定心志 说我要出来竞选 这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结果他就说 他还要自己掏包 自己掏包就算了 没钱还要跑去贷款 贷款去竞选 你知道这个事 就是谁能做得那么长久 不会啦 如果要是说共和党 他真的那什么 你都不用多 一个候选人 你给五万块钱好不好 你五万没有 你给三万好不好 你最起码给他们一些印刷的钱好不好 你让他们有钱去印那个flyer 然后这样才可以让义工去 爱家爱户敲门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给大家发 别人才会更知道他们 打广告打广告的钱没有 印刷印刷的钱没有 完了自己还付一堆债 还没有办法上班 天天出去还被左派的人骂 还被那个右派的人指控 整了半天名声还传不出去 你这不是打磨这些好人的心智吗 这些人以后都不想猜选了 你还指望谁能出来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大家要是要达到同一个目的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合一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达到同一个目的 大家聚集在一起 但是人多难免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摩擦 当然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眼目不盯在你要完成的那个事情上面 你被这些东西把心抓走了或者干嘛买 这个事做不成了 就散了 就一盘散沙 所以就是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在价值观上面合一 那如果要是你是基督徒 那我们就是非常容易 我们就可以在圣经的价值观里面合一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是一个爱国者 那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在保守派的价值观上面合一 对吧 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国家好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里生活 其实这就是说来说去就是最基本的 我们很多时候说口上一直说合一说合一 其实不是这个时候是真的需要我们全都gathering到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事的时候 那就不是口头上的合一了 我们是真的要在行动里面合一 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要摊开来讲 然后不要说我为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疙瘩留在心里 然后什么都不讲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以为成年人的世界不会再出现小学生的事情 后来一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全都是小学生的事情 然后我有时候想到我就会觉得很想笑你知道吗 就为什么说这些人还有点可爱 因为你没有吧 就是怎么会比我还不成熟 你懂吗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感觉还蛮好笑的 但是其实这个是恰恰是我们要克服的东西 就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里头为啥有忍耐 你明白吗 就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道里面合一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忍耐 这个是我后来回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因为人跟人说实话脾气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圣灵就告诉你忍耐 对 那很多时候话要摊开 要讲明白 讲明白了之后 就是你稍讲一句 我稍讲一句 互相忍耐 我们为了一个目标把这个事做成 这个事做成 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共同目标 在这种时候我们大概就能比较和平的合一 目标合一 对 我这是对我自己啊 我对于牧师的看法有非常大的改观 是吧 因为我基本上是对牧师是很尊重 但是有时候我 如果各位我看节目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常常会说 牧师为什么都不出来说这些东西 牧师为什么都不出来讲这个 牧师为什么 牧师为什么 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办完了之后呢 当然就是在工作中间有一些误会 然后最后时候带领我们周易芳牧师 他就跟我讲啊 就说我们当牧师哦 某一层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遮盖 就跟耶稣遮盖我们一样 我们当牧师然后如果要带领这几个羊群的话 很大一部分的就是要遮盖所有人的不足 还有所有人这些的这个不合 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 对他们牧师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遮盖 然后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你是在一个这个 呃讲台上的话你就是应该要 不是做批判就说这个东西错了 这个东西错了这个东西错了 没有东西不可以错 在我面前你不可以发生任何错误 这样子的想法好像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的 其实就是你牧师要做的事情 就是遮盖我们这些人的不足 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 因为就觉得说哦 这不是牧师不愿意出来指责 这个是牧师他真的有他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那那些小事的话那真的就是用遮盖的来去带过 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到的 就是我跟Raoul Ortiz的interview的时候 他在里面讲说 我们当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get that well done 我们基督徒不管做什么事情 就一定要把最后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 然后他看着我们然后说 Well done my humble servant 耶稣跟你讲说 你做得很好 我忠心的仆人来去得到这个东西 那这是不管是我们在做事工 这一次拨乱反正的这个参会的时候 主题也是这个就是well done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当选 我不知道他们的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活着都是为了要得到 在天国的时候 天国门口耶稣跟我们说的那句well done 我们要追求的是跟随耶稣 不管说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一个YouTube频道 我们可以去参选 我们可以去开一间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可以去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这一生的目的 都是要追求这个well done 那这对我来讲是最大最大的感动 这整个campaign里面最令我感动的东西 就是这个well done这两个字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 所以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个好消息就是 Let's chase after that well done 对那这个应该是我们一生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一个 就是为了那一刻吧 我觉得所以想起来都感觉很激动 然后为了让我们到时候没有任何的遗憾 所以现在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要竭尽我们的权利 去做神喜悦的事情 去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 那真的在这里非常感谢 大家一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就像我个人 我从来没有支持过任何的YouTube频道 我从来都没有 但是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 谢谢你们这样帮助我们 谢谢有很多朋友写支票给我们 然后买我们咖啡的会员 如果朋友们还有的想要领杯子的 就发email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积我们的杯子 那也请大家来继续支持我们的事工 我们的事工也非常需要 所以我们也要大家来祷告来遮盖 因为大家也知道 所谓的比较先锋的事工吧 那其实我们没有非常专业的祷告团队 一直在后面遮盖我们 我们的祷告团队就是你们了 就是看到我们这节目的每一个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为我们的事工祷告 那在最后也是希望在这一次七中选举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投入七中选举 不管你是不是住在加州 不管你有没有跟我们真的见过面 不管你是住在什么地方 你住在哪一个州 都希望用你的生命可以去燃烧 然后你如果是在美国 请你积极地去投入七中选举 你去找你local去当地 你不管是说你可以做一些volunteer 或者是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对吧 想各种方法去promote 就是去宣传这些保守派的候选人 当然了我们说的是认真的保守派的 最好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那当然如果要是不在加州 你们可能在本地的话 大家就要自己去看一看 那同时呢也不要光盯着那些特别大的官 像什么联邦的呀 那个州里面的呀 很多时候你们身边的校董会 这些都去打听打听 然后大家都一起积极地投入七中选举 很多时候我们说说 这次选举要翻转了 如果我们不做 选举没有办法翻转 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个人去做 那也非常需要有监票员 在投票当天要去那边看 这就是我们能做到 如果你要是不在美国的话 不管你是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真正的价值观都是只有这一个 你看到我们的节目 不管说现在美国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 你在圣经里面看的 这个就是所有人活着 不管是五千年前还是五千年以后 唯一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去传播 你不要害怕去讲出来 你也不要害怕去持守这样的价值观 这个是我们能够拿到 Well done的一个非常加分的一个选项 对其实我们AI News不是一个政治频道 我们也不是为了其中选举而创的一个 这个频道是为了特别来讲选举的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反转价值观的 那价值观的话真理就只有一个 就是圣经的真理 那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要用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传达这个样子的东西 所以说请分享 不管你是不是在美国 是不是在其中选举你会不会投票 你甚至或许你住中国大陆 你或许你住台湾你住香港 但是价值观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你在美国遇到这个左派的这些侵蚀 在台湾你也遇到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是不变的 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 敌人是人心中的撒旦 人心中的软弱 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影片 你是可以发出去的 你是可以转发的 你是可以从中间得到东西的 不是说这些是为了美国选举 所以说 please go out and get that well done 从我们的影片里面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 发光发热照亮其他人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频道 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Well done是什么 干的好 不是 是吗 我看一下神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